好,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开始第二点语法 第二点还是跟名词相关,咱们要讲名词的性 那大家每次听到这儿,一下就慌了,说 老师,怎么名词还有性呢? 咱们西班牙语当中是和法语一样的 名词是要分阴性和阳性 所有的名词都要分 那有的同学就会心里特别特别紧张 天呐,好麻烦,我怎么去区分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西班牙语呢 它的名词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 那大家可以跟我这样来学 那名词性,我首先一点会讲它的规律 然后任何一个语法点都会有到它的特例 然后最后一点会给大家讲身份职业如何变化 那也就是说一个名词的这个性 怎么能从一个男的变到一个女的,对不对? 好,那咱们先来看规律 那一个名词它会有哪些规律呢? 大家可以先看黑板上出现的这六个单词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六个单词是什么? 是不是人名? 那你通过人名就会发现 西班牙语的名词会有一些哪样的规律? 比如说第一个名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Santiago Santiago,对不对? 圣地雅各 下边这个名字呢 用西班牙语读法是啥? Hulio Hulio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 Alvaro Alvaro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三个名字 这是男生名还是女生名? 你没有听到有的女生会叫做Santiago 也没有听到有女生会叫Alvaro 会叫Hulio,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发现 左边这一六呢 这都是男生名 那大家再看右边这一六 那第一个名字怎么读? Teresa Teresa 第二个呢 Lidia Lidia 最后一个我的名字 对不对? Olivia 那我肯定是女的 所以这一组当中都是女生名 大家发现什么规律没有? 是不是这个男名都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O结尾的,对吗? 那么女名呢 都是以啥结尾的? 以A结尾的 你先默默地记着这一点规律哦 男名有一些给老师给你的例子当中 男名是以O结尾的 女名呢 是以A来结尾的 那么接下来 只有名字是这样吗? 好,那大家再看这一篇 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单词 那第一个单词怎么读? Amigo Amigo 那有看美剧的同学之前可能会听到过这个名词 那因为在美国呢 说西班牙语的人非常非常多 也会很热情 Amigo Amiga 这样来表达 那Amigo这啥意思? 朋友 那后边还有一个Amiga 这两个词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对不对? 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 再有Novio和Novia Novio Novia 此根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就最后一个字母 不一样 那Novio这啥意思? 男朋友 那大家敢不敢猜一猜 Novia这啥意思? 是不是女朋友? 那刚才我所说的Amigo 这是不是普通男性朋友? 那这个Amiga呢 普通女性朋友 对吗?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 这个词怎么读? Pero 大家大舌音练得怎样呢? 读起来是不是Pero 那后边这个词 词根又跟它一样 怎么读? Pera Pera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词词根一样 还是最后一个字母 不一样 Pero是狗的意思 小狗 那这个Pero 是不是小公狗 那这个Pera 那指的是什么? 小母狗 对不对? 好 那最后看哈 最后两个单词 词根还是一样 第一个单词怎么读? Gado Gado 那下一个词呢? Gata 好 那Gado Gata 这啥意思? 猫 喵 那这个Gado 是公猫 那这个Gada 这就是啥? 母喵 对不对? 好 那你会发现什么? 除掉人名 那接下来给大家举了一些人 人那可能是一些身份 然后呢 还给大家举了一些动物 那 比如说Amigo 大家还记得男性朋友 Amiga是女性朋友 Pero是公狗 Pera这是啥? 母狗 对不对? 那大家是不是又能有一些规律 以O结尾的指的是啥? 男的 然后再有以A结尾的这啥? 女的 或者是熊的 死的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那有同学说 老师 那这点我就好理解 所谓名词是性 名词是不是分成两性 一男一女 一雌一雄 那您看一开始给我举的是啥? 是不是有性别的这些东西?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默默的有一个印象 以O结尾的 它的性别是啥? 是男的 或者是熊的 那咱们西班牙语当中 给它命名为什么? 阳性的 那以A结尾 给它命名为什么? 女的死的命名为阴性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就有点明白 名词性听起来很高级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难 以O结尾的词 是阳性的 以A结尾的词 它是什么性的? 阴性的 对不对?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除掉这些 有性别之分的名词 那比如说 像桌子啊 像椅子啊 然后像墙壁啊 那像电脑啊 这些词 你明显看不出性别来 那它有没有阴阳性之分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一个名词 它就会有阴阳性之分 只要它是一个名词 它就有阴阳性之分 跟老师刚才给你举的那些例子是一样的 以O结尾的这个名词 它就是阳性名词 那它阴阳性名词 之后大家再看单词表 或者你在查字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阴阳性名词它会用什么来表示? M来表示 那么以A结尾的 它都是什么词? 阴性的名词 阴性名词会用哪个字母来表示? F来表示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那你看第一个词怎么读? Libro Libro 那Libro这什么意思? 书 书的意思 那你看Libro这个词 它是阳性还是阴性呢? 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个名词 都有阴阳性之分 那Libro 你就看它词尾 非常简单 以O结尾的 所以它是什么性的? 阳性的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下的这个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B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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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呢? 杯子 咱们喝水的那个杯子 那杯子这个词 它是什么性的呢? 你会发现 它是以什么结尾? O结尾的 它也是什么性? 阳性的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看下一个词 Chino Chino 大家发现没? 这个词 跟刚才我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 出现的那个国名 非常非常的像 那个国名它叫做什么? China China是中国 那么Chino 我没有大写 那所以说 它肯定不是一个什么词 专有名词 对不对? 只有专有名词 首字母才大写 那么Chino 它是什么意思? 咱们每天都会说的母语 中文 那中文 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O结尾的 很简单 它也是什么名词? 阳性名词 对吗? 好 那大家再看右边这几个 看第一个词 怎么读? Mesa Mesa 好 Mesa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桌子 那桌子 那桌子这个词 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A结尾的 所以你肯定知道 它是什么名词 阴性的名词 再有CIA CIA CIA这个词 是以什么结尾的? A结尾的 它也是什么词? 阴性的名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以子 那下边这个 Soba Soba Soba这个词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可以判断出来 它是什么性的名词 以A结尾 阴性名词 对不对? 它是咱们喝的那个汤 汤的意思 所以通过给大家举的 这六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接受 刚才我重复了很多次的 那个事实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个名词 不管它有没有性别 它都会有什么 名词的阴阳性之分 那这个规律呢 你也非常好掌握 大家还记得吗? 以O结尾的名词 是阳性名词 用M来表示 M 然后以R结尾的名词 是阴性名词 会用F来表示 那我相信有同学 会有这样的疑问 他说 老师 那为什么书就是阳性的呢? 那为什么桌子 它就是阴性的呢? 那这时候就会告诉你 不为什么 等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 老天爷已经把他的词性 给他定好了 这是不可更改的 通过这个单词 以什么结尾 来判断他的阴阳性 好 这是这个名词性的规律 名词的性的规律 咱们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 那么名词 它以O结尾是阳性 以R结尾是阴性 这一点 会不会有特例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任何一个语发点 都非常有可能有特例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 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好 以R结尾 它有没有可能 并不是阴性的 是阳性的呢? 这一点非常非常有可能出现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完蛋 那我好容易把这个词给它记住了 比如说MESA 以R结尾的 是阴性的 那现在您又跟我说有特例了 那我是不是这点就没法记了呢? 是这样 大部分情况下 名词还是正常的 以O结尾阳性 以R结尾阴性 那么特例呢 非常非常的少 你只需要见一个 记一个就好 那之后在上课 讲单词的过程当中 如果会出现特殊情况 我也会提醒大家注意 那大家在自己复习的过程当中 那一定要注意 出现名词的时候 看一下咱们字母表上 给它标的阴阳性 如果是阳性 是MA表示 阴性还记得用哪个字母来表示不? F对不对?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看 以R结尾是阳性的名词特例 有什么呢? 那比如说这个词 刚才已经给大家提到了 我在讲普通名词的时候 给大家提的 对不对?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来的? Dia 天天 是不是天天的意思?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来着? Dia Dia 那你看这个Dia 天以R结尾 但是我给它归到了哪一性? 是不是阳性这一类? 大家想 白天是不是都有太阳? 那所以Dia 这个词肯定是什么性的? 阳性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词 怎么读? So far So far So far 这个词 我相信大家也能猜出来什么意思 沙发 对吗? 好 沙发这个词 它是一个外来词 以R结尾也是阳性的 记住哦 好 那么下一个词怎么读? Maba Maba 那么Maba这个词 那你会发现 以R结尾也是阳性的 其实这个词呢 跟英语非常的像 我每次在课上都会问大家 来猜一下 看Maba 这个词是啥意思呢? 居然有同学跟我说Maba 是Maba的意思 父母的意思 我说为什么呢? 老师您看啊 Maba Mama B Baba 这种理解特别错误 Maba啥意思? 我再把最后一个字母 给你护上 是不是能够看出来Map 这是西班牙语当中 地图的意思 那么地图这个词 以R结尾也是什么性的呢? 阳性的 所以今天呢 以R结尾是阳性的名词 大家就记这么三个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Dia So far Maba 好 那么以O结尾是一性的名词 有没有? 也有 今天你还需要记三个 第一个 怎么读?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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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能够猜出来这啥意思? 照片 对不对? 那像photo这个词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它是一个缩略词 那这个词写全了是什么呢? 是photografia photografia 那你看写全了以后 这个词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R结尾 什么性的? 阴性的 对不对? 但是 photo 已经自己 这个简写词 已经自己成了一个单词 但是你还要保证人家完整词的词性 所以 photo就成了可怜的 以O结尾 阴性的名词 照片 那再看下的这个词 那再看下的这个词怎么读? moto moto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摩托车 那moto它也是一个缩略词来的 moto它的全写 写全了是moto 写全了以后也是以R结尾什么性? 阴性的 但是这个缩略词 那也很可怜 还要保证它是什么性? 阴性 所以就称了以O结尾是阴性的 那么最后一个词mano mano这个词没办法你就只能记 mano这个什么意思? 手 手 所以呢 今天以O结尾是阴性的名词 那你也要记三个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第一个 foto moto mano 没有问题 那今天咱们名词性的这个特例 一共要记六个单词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以R结尾是阳性的词 都有谁来的? dia 天 沙发 sofa 地图 mapa 那么以O结尾是阴性的词 有三个 对不对? 那都有谁 第一个照片 foto 然后下一个 摩托车 moto 最后一个 手 手 mano muy bien perfecto 好 那名词性的特例 咱们就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点 那么名词身份职业如何变化? 那我相信大家是不是现在更明白 这一点呢意义所在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知道一个名词 老师 你还有印象这个词不? 老师是什么来的? professor 那professor这个词这是男老师的意思 那么通过这个男老师 女老师是什么呢? 那今天我讲完了第三点 你就可以自己独立变化了 好 那名词身份职业的变化 那好多名词身份职业 大体来说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就是以欧结尾的名词 以欧结尾的名词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niño niño niño这啥意思? 小男孩对不对? 那么小女孩怎么说呢? 特别简单 那你就把这个欧换成字母 这就行了 这也符合刚才咱们所讲的名词性的规律 对不对? 那以欧结尾是阳性的 以阿结尾是阴性的 所以呢 niño 这就是啥意思? 小女孩 好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词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对吗? 这个词怎么读? amigo 什么意思? 朋友 那amigo 这是男性的普通的朋友 那么女性的普通的朋友 这是不是单词也是以欧结尾 那你把欧变成谁就好 变成阿 那么amigo 那就是普通女性朋友 那大家还记得刚才 我给你讲的男朋友 怎么说的吗? 男朋友是不是novio novio 那么女朋友呢? 这是不是这个单词也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你把欧变成阿就好 女朋友是 novia novia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 有可能这个词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他要是以欧结尾的 男女都是这个单词 不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比如说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词还记得吗? 怎么读? estudiante estudiante 那estudiante 这是学生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词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男学生是estudiante 女学生呢 依然继续是estudiante 不变 很简单 那再有 再比如说这个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gerente gerente gerente这个词 这是经理的意思 那么男经理是gerente 女经理呢 依然也是gerente 不变 好 这是这个第二类 第二类 那么第三类 那比如说像刚才 我给你举的老师的那个例子 professor 他是以什么结尾的? 是不是以福音结尾? 那怎么变呢? 最后 加 在他这个词 完整的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一个字母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词怎么读? espanol espanol 那espanol在这儿 它是西班牙语的意思吗? 不是 它是西班牙人的意思 那么espanol 你看它这样 这是西班牙男人还是女人? 西班牙男人 那么西班牙女人呢 在他这个完整的单词基础上 最后再加一个a 怎么读? espanola espanola 好 这是西班牙男人 女人 那再比如说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这是不是也是以福音结尾的? 那么男老师是professor 女老师呢 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a professora 女老师 那所以之后 你再见到我 你给我打招呼 你会跟我说什么? Hola,professora 如果你看到Santiago老师呢 你会跟他说什么? Hola,professor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就是名词的身份职业如何变化 那大家再跟我复习一下 如果是以O结尾的 那从男到女 那女的应该是什么? O变 对不对? 如果这个名词是以A结尾的呢 不变 比如说学生 estudiante 男学生是他 女学生还是他 那么以福音结尾的 在整个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a 比如说professor professora 好 那到这儿 名词的信 他们已经讲完了 哦 哦 好